咦? 大家好 我是Edith 歡迎回到Live Jantling 上一次我拍了紙膠帶的影片 當我剪的紙膠帶時 我發現原來用普通剪刀剪紙膠帶時 都很有難度 因為當你用剪刀剪紙膠帶時 你的剪刀很可能會黏著紙膠帶 我問了一些相關的前輩 究竟你們怎樣剪紙膠帶可以剪得這麼好 他們跟我說了一件事 他們說用的剪刀是特別不同的 那個叫做筆尖黏的剪刀 所以今天我到處去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這種剪刀 然後嘗試買回來 看看是否真的合理 首先我去了大粽 大粽除了精品之外 也有很多文具 我打算也會有 終於到了剪刀 剪刀也有很多 而且每個都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但我看了一下也發現 原來是沒有我想要的那一種 找不到剪刀 但又竟然讓我看到 上一次我買的那個懸角器 那我看了一下 那之後我去到鎊上 那鎊上其實也不太多剪刀 但有幾把可以選 那第一把就是這個 那普通的 就應該是沒有筆尖黏的了 那之後我就見到這一把好像是寫著 可以不黏着的东西 它就是42元 而第三把呢 这个就写着non stick 好像有很多功能 但这一把就很贵了 它要82元 所以我都没买到 而第四把呢 就没什么特别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好 接着呢 我就去了一田 因为一田通常都是卖玩具的 我打算都没有 谁知道呢 就被我看到有 那就是这一把 这一把呢 就比较小 它有三种颜色的 都是写着stake free 很清楚的 只是20元而已 它还有大把的 拼下去看看尺寸差多远 一把就是67cm 192cm 好 那我们回到这里了 那我们今次呢 就买了一把这样的剪刀 那为什么我不选大那把呢 因为呢 我觉得它的头 比较小一点 那当你剪自己的带的时候 它已经很小了 那如果你还用这么大把的剪刀 是很难剪到一些很微小的位置 那所以呢 我就选了一把小把的了 那我们一起来试用一下 这一把新的剪刀啦 主要呢 它有两个特点的 就是呢 它是stake free 即是不尖黏 第二呢 就是它的一个 剪刀的弧度呢 是有一些角度的 那会适一点的 这一种剪刀呢 通常都是比较好剪的 那就是中间这个角度了 如果它是弯的话呢 就会比较好剪一些 那我都拿了我原本用的那把剪刀呢 来做一个比对的的 你看上面都有黏着上一次用剪刀的那些纸胶带 那我首先就会用了普通的剪刀呢 来剪这一张的纸胶带 我想剪一个三角形的 那但是你看到呢 我就这样想放进去呢 放好一点的位置呢 它已经黏来黏去呢 摆不好了 那剪的时候呢 转弯的时候呢 又是特别麻烦啦 因为呢 那个剪刀呢 已经黏住了我的剪刀了 那我想这种经验呢 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那呢 就很不容易剪了 但是形状呢 都不是我想要的形状 就要再加以修剪啦 好 剪完之后呢 就是这样了 那在剪刀上面呢 都是黏住了一些的 纸胶带的 那这个就是普通剪刀啦 那这个就是普通剪刀啦 我们又看了另外一把新的剪刀啦 咦 你看到呢 刚才我第一次的时候呢 它会黏住在旁边的嘛 但是它这次真的不会啊 好像剪着普通纸 那样很容易抽出来 然后呢 转弯的时候呢 它都不会黏住的 还可以立刻 什么都没有 黏住在这里 因为刚才那一刻呢 太震撼了 所以呢 我就将那段圆腥呢 放在这里 那呢 就是因为它直接掉了下去 不会黏住的 所以呢 我就要把它慢慢撕出来 把它们呢 把它们呢 粘回来 那我会再示范多一次的 那今次就用这个啦 剪一个直条 你看到它是很爽的 那样就飞了出来了 但是呢 这些剪刀呢 它是有消耗性的 因为它的涂层呢 其实是会用完的 所以呢 买便宜点 买多几把呢 可能更好 那总括来说呢 我也觉得呢 这把剪刀呢 是很满意的 一来呢 它很小啦 很方便携带 可以剪到一些很微小的位置 二来呢 它那个 不沾黏的效果呢 我也觉得呢 是挺满意的 它真的呢 没那么容易黏着纸胶带 那如果你们想去买这把剪刀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各大的文具店看看啦 那我都见到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都有出这种剪刀的 那你们都可以去看看 哪一种最适合你们啦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